台东海端乡大浦部落有一处1.5公顷的私有土地 近日将申请设立太阳能光电 而业者5号在当地活动中心办理说明会 当地族人均反对 认为必须依据原基法取得部落资商同意 而台东县府表示该地为私有地 且不受原基法需资商同意权 仍希望业者多沟通 光电业者正向村民说明有关未来设置光电板的内容 但却遭到与会的居民大力的反对 台东海端乡大浦部落近日有一处约1.5公顷的私有土地 向县府申请要设立太阳能光电板 发展绿色能源 而业者在五日晚间 在当地的活动中心召开说明会 但来到现场的居民几乎一致的反对设置光电板 并表示光电板的光线反射会影响到生活以及行车安全 若遇上风灾面板损坏可能导致村民的安危 同时也针对了面板内的化学成分感到焦虑 生怕会影响到身心健康 同时也认为业者欠缺对村民的沟通 认为不尊重部落的意见 但日前县府也针对这项开发案发布了声明 表示该案件在2019年的12月23日 便提出了申请 在2021年5月18日 核准新办事业计划 而在期间内也依照各单位的审查意见 经历了多次的修正 并通过水保的审核 一切符合相关的规定程序办理 另外该处的开发地基也为私有土地 无需依照原基法的内容 需经过部落之商同意 但为了降低居民的疑虑 也有要求厂商务必在地方召开说明会 持续与地方的居民进行沟通 期盼能够在双方之间取得平衡 记者陈基林海端相报导